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 進天國 進天國是要努力的進天國 還是單單的恩典跟祝福 只要願意接受就最得聖免 就可以進天國呢 讓我們來看聖經的經文 這是和和本 而且你讀到這經文的時候 你可能有些人讀到這經文就有很大的壓力 在我們前面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努力喔 天啊所以你要努力的進天國 所以就有人教你說你要努力啊 你要努力的奉獻 你要努力的服飾 你要努力做一對上帝喜歡的是 你才能夠進天國 因為神印象說天國是努力進去的 努力的人就得著 不努力的人可能就得不著喔 有人是這樣說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這不是跟基要真理就是因性稱義 單單因得相信 單單因得上帝的恩典而得救 這件事衝突嗎 所以我告訴你我們讀聖經不能夠只看一個版本 這是和和本 我們看下一個版本 聖經新一本讓我們一起來念 從施洗的約翰的時候 直到現在天國不斷遭受猛烈的攻擊 強暴的人氣毒把他奪去 你有沒有發現完全的不同 因為在聖經希臘文 在新約希臘文裡面 剛才那個動詞前面和和本翻 努力進天國的努力 它也可以翻成是猛烈的 猛烈而且可以形容 而且有些是動詞有些是形容詞 天國不斷遭受猛烈的攻擊 強暴的人氣毒把他奪去 你有沒有發現跟努力進天國 努力人得招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其實這就到了一個問題 聖經和和本的翻譯時間是 出版時間是1919年 大概18多少年就開始翻譯 18就是義和團那個之後 八國聯軍之後 開始做的翻譯工作 所以在那個時代背景 中國充滿了苦難的背景 很容易翻出一個要自己努力 因為確實在那個時候 如果你不持從 你很容易就失去信仰 比如說像在義和團事變的時候 你知道有幾萬個基督徒被殺 有多少 有幾百個宣教士家庭被拆毀 多少宣教士被殺 所以它很可能會翻成這樣 可是你如今回到真正的 是的 我們當然是為我們的宣教的先賢 所有把福音傳進來的 無論是外國宣教士 或是本土宣教士 向神信仰的感謝 可是我們要回到聖經的原文 因為唯獨聖經 你看新一本番 不是努力進天國 不是努力 不是努力人才得著 是天國不斷遭受猛烈的攻擊 強暴的人企圖把他奪去 好 我們只看一個版本不公平 我們再看下一個版本 現代中文修訂本 從施行者約翰開始傳道到今天 天國一直猛進 強暴的人企圖奪取他 你會發現兩個版本都是 強暴的人企圖奪取他 你想想為什麼我們讀經 要讀聖經的上下文 要看他的時代背景 你知道嗎 在福音十一章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嗎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耶穌的表哥施洗約翰被砍頭了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要講從施洗者約翰開始 從施洗者約翰傳道到經 我們要特別講施洗者約翰 因為他被砍頭 耶穌在思想他 他所愛的表哥 跟他一起同工 跟他一起傳真的福音的 他的表哥被砍頭了 所以後面有這句話 強暴的人企圖奪取他 西律王想要把 講真理的施洗約翰砍頭 以為這個一切就會停止 可是不是的 天國是繼續猛進的 強暴的人企圖奪取他 懂嗎 所以那個動詞 其實是來形容天國的 是形容天國被奪取的 而不是來形容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才能夠進天國的 你要知道讀經要以經解經 要按照上下文 按照時代背景 以經解經 你不能用一個經文 然後就說 所以我們要努力進天國 所以你如果不努力 就不會進天國 不是的 進天國就是恩典 白白的恩典 因性成義 只要你願意 你就可以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知道 是的我們不是靠我們的努力進天國 我們的恩典就是白白的 因為天父把他所最愛的兒子賜給我們 其不管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美好的人生 美好的機會 可以接受上帝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接受耶穌為我的罪被釘十字架 所以我就得赦免 我就可以進天國 天國是一個白白的恩典 不是我努力進去的 而天國會不斷的猛進 雖然強暴人企圖奪取他 天國也不斷的猛進猛進再猛進 要看見上帝的國完全降臨 祝福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奉耶穌明祷告 阿們